在我们眼中每个孩子都很珍贵 我们每个都很爱他们 母亲的抉择在1987年成立 当时我们两位创办人在报章里看到 很多意外怀孕的少女 他们在怀孕的后期仍然选择非法堕胎 他们就在想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选择呢 所以他们就成立了母亲的抉择 帮助以外怀孕的少女 为他们提供辅导和住宿的服务 很感谢公益金的资助 在1990年的时候 我们就成立了幼儿之家 当中的婴儿祖 就是照顾两岁以下等待被领养的婴儿 我们就会提供一个爱心的照顾 主要是为了她吃东西 和她换片和玩得多 其实有很多家庭都会很有爱心 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家庭 她之前都已经领养了一位小朋友 但她都会再来再领养一次 一会儿觉得很好 做这个义工其实没有想过放弃 因为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长期的承诺 你去照顾那个小朋友 不是说你觉得他这下跟他玩的时候 很开心 他很可爱的时候 你就说跟他玩 然后他哭了 他发脾气 或者他常常都噴到一些东西 周围一会儿 整股造怪 很可爱的时候 你就说不要他 我觉得不是这样 如果你要是这样的话 你不会体验到当中 你去跟他一起成长那种快乐 我们和我们四百个义工 一个大的团队 有一个共同的心愿 就是希望尽心尽力 为这帮孩子提供一个爱的照顾 陪他们走他们人生的第一段路 希望他们能够尽快回到去 领养家庭 又或者亲生父母的身边 有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家 人人身而平等 公益金的资助 为每个小朋友 创造良好的环境 让他们在爱与关怀之中 健康成长 请支持公益金